玄冰和孫一貞3月31號的婚禮進入倒數階段 兩人的經濟公司不約而同在28號在IG上發文 孫一貞的經濟公司發文感謝粉絲們的祝福 經濟公司因為收到許多祝賀禮 不得不發聲明表示 有祝福的心意就足夠了 希望粉絲不要再送禮物來了 同時也列出拒收的禮物清單 像是蛋糕、麵包和水果等易腐壞的食物 以及花圈、鮮花及價值不菲的禮物 而玄冰的經濟公司 曬出一張玄冰戴著戒指的深情罩 寫下一刻也停不下來 附上玄冰代言的義大利品牌網站連結 裡面有許多帥氣的寫真畫報 而根據還沒報導 玄冰和孫一貞將在韓國時間3月31號上午11點 地點在首爾華克山莊的阿斯頓小屋舉行戶外婚禮 幫玄孫CP牽線的愛的破獎編劍劇埔志恩 也將出席盛會 婚禮祝賀祠則由玄冰的好友張東健致辭 礙於韓國疫情嚴峻 當天婚禮不對外開放 驚人的至親好友